请大家默祷 我们奉九首圣明开始完祷会 我们来唱诗482首 51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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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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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天国是什么 天国就是神的国 神做王的地方 天国在哪里 神在哪里掌权天国就在哪里 当然天国是以后进入永恒的这个地方 但在地上也可以有神的国 在地上的天国就是神的教会 尤其是当属于祂的圣徒聚集在一起 日日夜夜的敬拜 颂战 还有学习道理 我相信在整个地球上面最靠近天国的 应该是在NATS现在这里 不用煮饭 不用买菜 不用接电话 哇 我们听道理 导告 吃饭 哇 又回来听道理 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还好 没有什么烦恼 你暂时可以把烦恼回家再说 伊斯拉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尼西米只可以带领百姓把物质的城墙重建起来 但是从第八章之后就是要换伊斯拉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有带领百姓重新过信仰的生活 你信仰不复兴 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 那我们下午就来讲一讲属灵的喜乐 我们常听到你快乐吗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讲你快乐吗 我们说你喜乐吗 到底快乐跟喜乐什么不一样 中文这个翻译中文这个字讲得很好 为什么快乐叫做快乐 因为他来得快 去得也快 比如说你明天生日了 你就开始快乐了 有谁要请我吃饭 谁要买礼物送给我 你拿到了 吹蜡烛了 在外面吃龙虾了 回到你那天很快乐 一下你就虫 没有感觉就很开心了 但是他也可以走得很快 开完派对 人去留空 你还要在那边洗碗 还要在那边面对一堆东西 回到家还是要换很普通的衣服 还是要一堆衣服要洗 明天生活还是一样 来得快走得也快 还有了快乐是跟物质有关的 你吃的好吃的 看到好看的一下就开心了 但是那些东西它的价值 你得到了就马上会消失 为什么买东西会那么兴奋呢 在你买东西的时候 头脑会分泌一种化学品 所以过程是很兴奋的 你买回家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没有了 所以还要再买 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 跟物质有关了 但是喜乐了就跟物质没有关了 它不是靠物质给你的 它不会一下让你很兴奋 它是从你内在的改变跟成长 所产生的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还有喜乐的是从关系而来的 你跟你家里的人关系很好 你没有吃什么大餐 但是你每天都很开心 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喜乐的 喜乐的来源 那我们看离西米记的第八章 写到最后的时候呢 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百姓 非常地喜乐 我们看十七节 八章十七节 从鲁道之地归回全会 众昼大棚 住在棚里 从认识儿子约瑟雅的时候 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 于是众人大大喜乐 这里告诉我们 他们整批以色列百姓 已经几百年没有那么喜乐过 你可以想象 如果有人问你 你上一次很喜乐的什么时候 你根本记不起来 你不是很可怜吗 以色列百姓就是那么可怜 有一些人在那一代的 从出生到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那么喜乐过 当然第一生活过得很困苦 又没有尊严 因为连城墙都没有 又不懂得神的话语 生活又得不到神的祝福 有很多的问题 怎么会喜乐呢 但是在这一章 他们有信仰的复兴 有三件事情的发生 让他们非常喜乐 第一件事情 他们重新领受到神的话 我们看八章的第一节 八章的第一节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师以色拉将主接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是在犹太立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 也是其中一个他们 以色列百姓应该要聚集在一起首节的月份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首节了 但是尼西米跟以色拉决定城墙盖好了 关键还是要教导百姓认识神的话语 这个尼西米就不内行了 因为他是做行政的 所以他的好同工 他请以色拉过来 所以属灵的带领 要用神的话语 去复兴教会 那天呢七月一号第二节开始了 他们就开始请以色拉讲律法 每一个人能够听得懂 能够理解的人都要来 不是报名都理想了就来 你已经明白了长大了 你听得懂希伯来话的 你只要来 没有选择的 好了全部人都来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 几千几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在哪里 在水门 如果我们记得 我们学习这个水门 很重要 主用水这个道 把他的信徒洗干净 当时以色拉也是用神的律法 在水门 要把百姓再洗干净 那他们讲多久呢 第三节 从一早清早到翔午 一切众男女听人明白的 都要读这个律法书 那还为了这个事情呢 第四节 特别文士 以色拉站在位 这是特别的木台上面 里色拉就把摩西律法 从头再读一次给他们听 因为有这个宣读律法 大家对信仰重新有一个反省 以前的人没有圣经 没有说一人哪一本圣经 他们都是靠听的 如果没有人讲 就没有人有得听 为什么百姓会犯罪 因为他不懂神的话 没有人讲神的话 所以要信仰福音 先从听开始 那很有趣哦 这个以色拉不是讲什么 很复杂的道理 或者是很好听的 很动听的话语 他是把摩西五经 从头读一遍 大概用了半天的时间 如果今天开灵恩大会 大家都来了 那传道就说好 好 《风雪说圣明读经》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读了三个钟头 可能啊 大部分人都睡着了 传道怎么不解释啊 怎么在读啊 为什么读都读 还要读摩西律法 不是很沉闷吗 但是哦 神的道是活泼的 在乎是谁去读 属灵人的人读出来 效果就不一样 以色拉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很早就立志 考究 学习 遵行神的律法 神与他同工 他就算练摩西五经出来 练了半天 大家都没有睡着 也没有人跑走 当然了 以前没有手机 所以比较简单 但是这样子练 这样子练 大家心里听了 觉得很扎心 很感动啊 还有不端子以诗啦 他旁边还有助手 我读到嘴巴干了 你再读一下 一个一个轮着这样子 他左边右边都有一批人 第八节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 神的律法给他们听 信仰的开始 是从听清楚 读清楚 开始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 哎呀 教会的讲道 没有 生活的应用都不够了 哎呀 都没有多讲见证 哎呀 他讲话我都很会睡觉 有时候我们很会挑食 好吃的东西吃多了 都挑食了 但是真正的信仰 从什么开始砸干的呢 在教会里面 在神的见里面 要很清清楚楚地 读神的话出来 保罗告诉提摩他 你去牧养教会 这是要宣读 把神的话 读出来 让他听清楚 先不要解释 你在好好读的时候 圣灵会在你里面 感动你 不要说 一次要跳到说 哎呀我要怎么应用 我要怎么样 你读你都读不清楚 你都不知道神的话 是什么 你还要什么解释 before you can explain or do any life application you need to read the word of God clearly and distinctly 犹太人怎么训练 小孩子的十二岁以前 so how do the Israelites train their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twelve 读摩西律法 they tell them to read the law of Moses 好好给我背 to memorize the word of Mosaic law 不用讲什么 很花巧的东西 and without flowery words 十二岁以前 给我背好 before twelve they must memorize all their words 哇 进去了 之后长大 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用得到 还有解释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 我去到 有一个教会 它推行一个活动 每一个安息日 聚会之前十分钟 有人带领会众 把一章圣经 从头读到尾 他们有schedule 虽然教会推行 每日读经 但是大部分信徒 还是没有读的 但是至少 如果教会 有一期读的时候 每个礼拜至少读一章 不用解释 就读就好了 如果我们今天 回家有这样子读 一个家庭 能够这样子读 夫妻一起读 你不用解释 就读出来 神的灵会感动 你会发觉 你的心会开始改变 当然读了之后 以色拉还是有做他的工作 八章的第八节最后说 他要讲明一诗 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是什么 属灵的喜乐 在你读完圣经之后 你明白神的话 你就喜乐了 你不明白怎么喜乐 你一明白 好像一个谜解开了 或是这个神的话 原来跟我那么有关系的 原来不是那么难 原来很简单 还有了 什么样做我才可以得到福气 所以属灵的喜乐 是从读跟明白神的话开始 弟兄姐妹你有喜乐吗 如果你报纸看很多 圣经看很少 你肯定不快乐 为什么 打开报纸 什么金正恩 那个飞弹也来了 等于是要散火了 哇 这个房价又那么高 你看看看看看 然后写了 你知道世界的东西 不会让你更开心 但是你知道 你有需要知道也可以去知道 但是你知道神的话 知道神的旨意 知道怎么蒙福 太喜乐了 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喜乐的第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宗教教育 也要强调学生要多读圣经 最好一开始上RU class 一起先读一章 什么都不要说 犹太人就是这样教小孩的 念念念念念念 在家里也是要念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喜乐的来源 是什么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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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十节 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主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第二个喜乐的来源 就是因为靠着主得到喜乐 本来他们听的神的话是哭的 这个是第九节这边所说的 哇 中文听了律法书什么话都哭了 为什么哭呢 哎呀我太笨了 如果我早知道 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 现在你看我们多苦 但是以色拉说 现在不要再伤心了 过去就过去了 今天开始你要靠神喜乐 还有以色拉呢 跟他们讲得很直接 现在开始你们要吃饭 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哇 这个以色拉也是很 很实际啊 现在肚子饿了 就去吃饭 所以第二种呢 这个属灵喜乐 靠住喜乐 就是大家一起在灵里面吃喝 也是得到快乐 还有一边吃的时候 一边谈信仰 讲讲自己失败的经验 然后拿出来谈 哎呀我们现在开始要靠主了 好吧 你靠主好不好 对啊要靠主 拿着鸡腿来咬一咬 你看现在我们靠主要吃得多好 都要多吃一点 在主里面吃喝 跟在外面吃喝不太一样 价位的饭当然好吃 不是因为味道好吃而已 当然不可否认 我们过去礼拜这边真的是吃得太好了 回到家吃饭都觉得没味道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那么快乐 你一边吃 因为你一边吃的时候 聊信仰 聊见证 大家鼓励啊 团契的生活 你在外面跟人家吃饭 有时候很小心讲话 哎呀会不会人家捅你一刀啊 讲你什么啊 朋友会不会误解你的意思啊 你没有办法去分享你内心的东西 我们在教会久了 外面的朋友都很少 有些是我们当传道的 基本上都没有朋友 都是只有弟兄姐妹而已 好 他们没有跟外面的人接触 啊 有的时候回到香港 找那些旧的同学吃饭 好 那大家很高兴啊 看我很久没有来 啊 那都吃饭了 好 一开始都聊啊 哎呀三十年前我们在学校做一些什么 比较思理的 比较奇怪的事情 啊 来来去去每次同学聚会都讲一样的 因为除了这个没有东西可以讲啊 没有人会说 哎呀我多苦啊 哎呀我有很多的心事啊 我有要预症啊 谁会讲这些 你讲这些大家下次吃饭不叫你了 大家出来高高兴兴的 谁想听你的问题 因为不能分享心里的事情 很表面 这就是世界的朋友 但是属灵的里面就不一样 你遇到什么增长 你有什么要人家帮你带到的 啊一边讲一边吃 哎呀 来无常鼓励 所以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悠悠愁愁 啊 以色拉说 现在开始要吃饭 高高兴兴的吃 然后呢 靠主 你靠主了你就会得到力量 所以属灵的力量是从靠主来的 但是你一个人靠主力量还不够 大家一起来靠主 那力量就很大了 最后这个属灵的力量 是从圣灵充满而来的 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 十七节 verse 17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Romans chapter 14 verse 17 十四章十七节 Romans 14 17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到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 到我们彼此的鼓励 在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但是最后还是要在同一个灵里面 大家的彼此的接触 圣灵会帮我们的心绑在一起 然后圣灵跟我们的灵一起来 有一种团契 哎呀你会觉得很开心 最开心就是你感觉到你跟神很亲近 这个要在祷告当中才有办法体验 这个很难 如果你没有过祷告的生活 你很难有这种体验 你这样看 如果我们来NATS 吃得很好 每天三餐还有宵夜 宵夜加点心 我们也听课听很多 一天听五六节 但是如果没有祷告会 你觉得你会喜乐吗 听得到你如果没有在祷告里面思想 我们的力量出不来 最重要不是人怎么教你 最重要是圣灵怎么样教你 圣灵改变你 所以圣灵里面的喜乐 我们现在就要来体验 我们要为我们的心归向神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同灵们来迫切祷告 求神想识圣灵 虽然领受了圣灵也要为圣灵充满来祷告 到现在为止 如果我们祷告还没有专心的 我们再一次反省之情 洁净之解 让圣灵再一次的进来充满我们 一起出来道开 Let's come forward to pray.